歡迎大家來到OpenStreetMap x Wikidata的聯合樂聚 我是Denis,這是其中一位聚會主持人 首先介紹這場地的情形 這裏是摩茲公寮 是由摩茲亞Foundation所佔助的空間 設施的部分的話 後面是後面是廁所 左邊靠前面沒有飲水機跟垃圾 如果各位有帶有吃的東西過來的話 因為我這邊收垃圾會比較沒那麼 丟垃圾沒那麼頻繁 比如說有螺絲類的東西 馬上就盡量帶走去處理這樣 我們首先用三個關鍵字來描述自己 三個關鍵字加自己的名字或暱稱說自己 我是Denis 三個關鍵字的話是維基美理協會 OpenStreetMap跟Wikidata 最近主要是在忙一些河川代碼跟村裡的資料 分別在OpenStreetMap跟Wikidata出一些村裡跟河川的資料 下位 Jeff 我是Jeff 那三個關鍵字的話 軟體自由協會 維基百科跟OpenStreetMap 那就是 我現在 我現在也是 就是 Wikidata跟OpenStreetMap的雙齊就是都有在編集 這樣 然後同時 現在也還是 軟體自由協會有一次 這樣 如果今天沒有帶給我們 大家好 我是冰華 比如說 對你有張文 就是我們新的 沒有分啊 新的部分 我們是把 就是 過去幾天 從 第一筆開始的 投資交易 紀錄全公開 所以就是把 試我在試著把我的交易紀錄公開給大家 然後三個關鍵字的話 你會知道 看到說 交易、放空、賠錢貨 哈哈 你叫多少 那就是賠錢貨 對 小B OK 大家好 我是孝婷 大家都叫我小B 然後三個關鍵字的話 我是 畫地圖的人 喜歡客人的人 還有 構成師 對 你不好講也是 2007年催修 哈哈哈哈 那我可以歷史上 嗯 曾經 曾經一級之力 不小心 二十幾個人 沒有麻煩的人 對 好 然後呢 最近 我算是台灣 OpenSuit Ramp 的自稱主力之一 在台灣海情十名 然後 目前以中南部為主 因為中南部 很多 真的不知寶庫 所以 請大家 會不會捲到地圖 張畫以南 非常多東西可以 幾乎 幾乎是以隨便下載一個區域動人化的程度 真的是很寶貴 黑衣 大家不然不可以做多 做多文化 然後 比較 興趣 比較便宜公布 所以說 所以說 大陸不同的KL一點 但是這樣子 然後 我是思維 就是 思維的思維 那個 就是 就是 我是一個 還有一個介紹來的 主要 自己在從事的是 就是 三個關於是 然後 還有 可以跟地圖有很多 很難吃 對 三個關於之後 手步道 比較像 對 然後 然後 地圖 又好 謝謝 那你可以跟 教學也好 沒關係 因為我們算 都是早期 十一年前 步道很難掛 對 最主要是 摩油路 空照圖很清晰 但是 動到 空照圖 幾乎看不到 再加上 如果是山區更長 因為震射 因為 衛星的震射圖 變長很大 所以基本上 幾乎是 必然要跟GPS 加上感覺化 然後跟GPS 加上感覺化 因為很難准 我師父有說 GPS device 都很難達到 非常 被精細的准度 所以 到時候 到時候還要 離開 對 還要貼你先化 沒錯 對 可是不要拆開頭就好 對 大家好 我是阿鳳 三個關鍵字 VT Data Type 1 第二個 趕作業 第三個 同廁所 謝謝 大家好 我是Ellen 那 三個關鍵字 就是Wiki Data 然後 最近其實也 處理這個水 是處理到 有點仰麻煩 所以就是 河川代碼 跟水文資料 台灣的河川資料 真的非常難處理 好 大家就直接玩了 那 首先 我們現在就 再打一個廣告 我們打算 在1月24日 在台中 辦 OpenShoot Map 一個新手工作坊 那 這次的主力會 是在畫河川 這塊 那 地點畫師 會在Hex Space 這個 蠻多開圓社群 在那邊辦活動的地方 那地方 那地方還蠻方便 是靠近一中間那邊的 所以說 如果有興趣就是 想要學一下 怎麼畫地圖的話 就歡迎過來 那 我已經很多年沒有 好好的 是用一個 比較系統性 一個工作坊的形式 去教 怎麼去繪製 OpenShoot Map的地圖 所以就是 有點生疏了 所以 可能就要大家盡量教 那 這是第一個活動 第二個活動的話 是 你打算 就在 今年 Open Data Day 是在3月6日的時候 那 應該會延續前兩次 Open Data Day的形式 就是 OpenShoot Map跟Vida 一起來 做一些事情 那 那今年的話 河辦一起來 共襄盛舉的單位 還會蠻多的 除了 老班底維基美理協會之外 還會有 河川局 水利署 水利署 然後水報局 這些 在台灣管 跟水有關的單位 都會來 一起共襄盛舉 那 目前的話 就時間是確定 就是3月6日的時候 那 地點的話 可能會以台北為主 但是還沒有正式的 就確定下來 那 假如說各位 有時候有 那 辦法就是 貢獻 或是 可以告知我們一些 比較好的場地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講 那目前的話 是這兩項活動 你要不要講一下場地的元素 你說 要求嗎 就是怎樣才是個好場地 這你講啊 怎麼都打槍了那幾個場地 我也沒有打槍你那個場地 但是就是 但是就是 想要更想要一點 基本上場 我們這種資訊 這種資訊類的場地 不外乎就是三元素嘛 那個 水 不是水 那個電 WiFi 跟桌椅 然後最好還是要有個空地 能夠讓那邊 那邊開槓 然後吃東西 然後可以擺食物 那去年的時候是在這裡啦 那因為今年的話 後面堆了很多雜物 所以其實空間會比較受限一點 所以我們想說 盡量跟電話帶就是換個地方 來試試這樣子 對 目前就是大家如果說 就除了剛剛Alan知道的 是基本的水電 跟網路之外 還有他的基點是 第一個就是 比較方便的地方 那 盡量在翼龍 這會有差啊 我跟你講 你如果有遇到 你就會有差了 就是 一個是這個 然後一個是 假設今天真的 突然有一個人 可能 腳比較不方便的 對 對 比如說 我可能沒有那麼多錢 去租個電梯的空間 當然 當然 比較方便一點 再來是整個空間 比較方便一點 嗯 因為這兩大活動的 那個空間 比較大 那 這大概就是 接下來會辦一些活動 就除了就是 我們這次 月去 下一次月去 二月一號之外 另外兩個比較大的活動 嗯 嗯 你剛剛說那個 太多的工作坊 是禮拜 你說時間嗎 對 1月24號禮拜天 對 那應該是下午的時間 對 就這樣 對 找到 這邊 二號之外 對 那應該是 那應該是 一號之外 對 欸你有什麼要講的嗎 嗯 好像沒有 我覺得主要可能還是 大家可以來聊聊看說 Open Data Day那天有想要幹嘛 因為 目前可能就是 會篩一些 發表 可是實際上後續想要 實際上那天要幹嘛 我覺得沒有什麼討論 然後再來就是看有沒有要討論 我們要做那個 多語言的 Label 跟地圖 兩邊的東西 那今天來人比較多 所以 大家可以來分享 自己對 可能對 OpenCMAR比較有興趣 或是對 OpenCMAR比較有興趣 可以提出一些 問題 或是一些見解 那前面有 大螢幕如果需要投影的話 可以用這樣子 那就是 而且就是 開頭介紹就是這樣 然後還有什麼活動 然後還有什麼活動 現在這兩個 兩個比較大的就是 工作 然後再下一次月 對啊 因為 再來就是 COST CUP 可是那個就是七八月 對 那你覺得 形式 先假設它跟去年一樣 你說 OpenData 對嗎 COST CUP COST CUP COST CUP 如果今年跟去年一樣的話 我是希望今年就可以 很純的 就只有 OSM跟 Wikidata 然後 去年還累 然後 危機什麼挖勾的 危機什麼挖勾的 就 可能另外再開一軌 或什麼的吧 你加春了嗎 可以啦 可以啦 你剛加入 大不了另外一個 大不了另外一個軌 另外抓的 不是 大不了另外一個軌半天 兩個個半天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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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員都一樣 這樣子 也 也不要這樣講啦 雖然去年也 去年也是 有點類似這樣玩 但是還是稍微不太一樣的 好不好 對 一個進隙 所以 一個是為七百顆的 就 今年 就今年一樣 還是維持 OSM跟Wikidata 聯合增高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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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 OSM跟Wikidata整天 啊 維基百科的 如果 撐得起來就整天 撐不起來就半天 那就讓他半天就好了 有啊 我覺得 衛生交Wikidata整天 因為 你半天 以我們的經驗 半天 根本大概講四場就沒了 哇 哇 所以我看你一場排多久 所以你百科的話 就都講族語 都講語言 都講語言 族語加台語 你看 欸 你光族語加台語有沒有 今天收到的消息 那個 他們族語現在又多了不同的語言 像 就是他們現在除了 去年是來薩奇萊雅跟賽德克 那 今年他們又要賠利 阿美跟泰雅 啊 你光 你假設這樣都起來都五個了 然後 客語加台語起來 六七個 其實整天也夠了 你知道嗎 你一場給他 排個中德一程 對啊 你一場給他排半小時 哇 好累的 哇 所以其實 我自己是覺得 對啊 主要是看那邊 可是我是覺得啦 那個 如果 如果 就是確定 就是確定那個 要維持 一樣的狀況的話 那看社群要不要先準備一些稿件 然後 今年就 我覺得今年我們先說好 今年先說好 就是六場 不可以再多了 那就是建峰 雙劍 小兵 蛤 沒有那個 今年Cost Cup 就是六場 不可以再多了 今年七場也是很 去年也是 很擠 很擠啊 對 所以 今年就是六場 沒有了 不可以 no more no more 怎麼突然就被抓現實 你看一個就是 新手教學公司 蛤 我應該跟Chin差不多 可以啊 可以啊 就 我跟你講就 很簡單嘛 你就 一場 Wikidata基礎教學 一場 OSM追溯教學 然後 OSM介紹一個 application 然後 Wikidata介紹 application一個 然後最後 OSM帶一個論述型 然後 Wikidata也帶一個論述型 各三 這樣就好 不要再 不要再像我們今年一樣 塞十二場 太累了 太累了 那就是這樣 這樣你也不用公開稱稿嗎 沒有我們就一樣公開稱嘛 那些人我怕先來這邊講 可以啊 應該是黑箱作業的部分 不要啦 我們還是一樣公開針啊 因為 我跟你講 論述型的稿件 你不見得那麼好真 哦 對啊 可是你內容都定好了 基本上哪些人要講 記錄確定啊 不一定啊 搞不好 就是可以導到他們 對 說欸這樣講 很不錯 對啊 投說法 投進來 我覺得我們可以預計 七月五號可以先一個試講 因為 COST Cup還沒有確定哪一天 對啊 對啊 不然六月七號我七月五號 就先 有東西就可以先講 可以 我是怕六月七號那個 增稿信息還沒出去 沒有啊 一定很早的啊 應該很早 那已經有電話就先講 好啊 那我們可能就是 所以在座的朋友也可以 回去準備一下 如果想要分享的 COST Cup 我們今年應該還是會申請 欸 所以十月也要弄那個 對 十月一樣 Wikidata Birthday 應該也還是會叫做跨領域論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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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快領域論壇基本上就是徵 論述型的為主 那 大家如果有想法的話都可以回去 回去先想一想 今年我覺得要公開增稿 就是今年快領論壇要公開增稿 謝謝到你自己搶了嗎 因為去年那一場比較有點像火力展示 就給計劃發表 對對對 所以去年剛好有計劃要發表 所以就 請說 今年沒有意外的話 COST Cup 應該是七月三十五 應該八月一號 你怎麼知道 有公布了嗎 沒有 還沒公布 內部消息 算是內部消息 所以應該沒有意外的話 七三一跟八一喔 那也 不錯啊 夠早 夠早 不錯是哪種不錯 夠早 好不知道 現在這個 所以我要把半年份的活動都先確定一下 沒有就是這種超大的 就是一定會辦的這種活動先確定 我先開始整年的計劃 雖然我才剛到 不過我有個建議 用OSMD到Web 我們不是有申請HackMD嗎 HackMD阿 這個是嗎 是阿 按一下右上角那個分甲連結 左邊左邊兩個 不是阿 這個這個 那個三個點 分甲分甲 你的頭旁邊 偷開吧 是阿 是OSMDW 那我搞錯了 因為我看到 右上角這邊 你說域名沒有OSMD 對 沒有啦 如果你要OSMDW 點HackMD的話 你那個要付錢 這個要 OK 瞭解 我們今天無聲無喜都 遺到HackMD了 無聲無喜 那我換算TW 他就不用了 不然我都對人家很不好意思耶 跟人家申請了 然後就不用了 可以請他去會入 你要不要跟他講一下 會入 對喔 MESTOR MESTOR OK 嗯 你要不要把日期標來標 我說 OPEN DATA 目前確定是3月6號 7月30 欸這種內部消息的不要標吧 先不要 我們知道就好 對 生活是還沒更新 不過目前開始 他們 他們工作人員 可能零籌都還沒開始吧 不過廠定應該是已經借了 因為 因為 場地都蠻早的一些 嗯 現在問題是 籌備什麼水 那些 沒有啊 比較核心的那些功能 然後 Wikidata birthday的話 我看一下 今年的10月29號是禮拜五 所以你要 所以你要買就辦30 不買就辦23 要暫定好了 暫定 暫定23好了 你要暫定30 還是23 23 以前大幅都應該是這幾個吧 對啊 比較短的 我們有些電腦要確定是 剛好提到 Wikidata 新種工作 那 那 如果說各位 開始這邊出一件 我們就把那內容都往那邊倒 來 請問新來的朋友 所以要自我介紹一下 對 謝謝 好 我們要 從蕭茂林 你第三個關鍵是 我叫 Kent 然後 我現在在中英院 疫情所 就是 念不翻 然後我的 關鍵字應該是 Exportal Mark 然後 OpenScreen Map 我叫 靜凡 我叫 平常有在爬山 那 偶爾幫忙做 那 偶爾幫忙做 目前 開發 工作上是開發 AndroidX 那其實也跟地圖有相關 對 關鍵字應該都有 歡迎就是跟 後來加入的朋友 希望就等等 還會有人會過來 嗯 那我現在就是討論 下一 這一年度的一些大不動 嗯 特別是 1、2、4號會在台中辦 OSM Exportal Mark 那3、6號的話 是Open Data Day 的不動 那預估應該是會 會怎樣 認輸嗎 還是工作方 會是 會有一些 發表跟工作方 嗯 就是 因為往年的 Open Data Day 是工作方為主 啊 這次 今年可能會是 一半一半 會有一些 講座的分享 然後另外一半是 工作方 嗯 嗯 Open Data Day 沒意外是在 台北啦 還是 不好意思一些 會在 主要會在台北 下半年兩個比較大的活動 會是 Costco 2021年的 那可能會是 在 8月的時候辦 那 我們預計 可能 骨力百科部分 可能是單骨力軌 然後 SAN 跟 就 暫定就是六場 只收六場 因為我們擔心就是 上一次 去年那個大爆炸情形 去年收了十二場 對 超棒的 完全沒有休息 喔 工作人員辛苦啦 對 喔 那 今年我們就是先 我們先定啦 我們就先收六場 那就 OSM WIKI DA 各商啦 那如果真的不行 就是收 就收八場 可是最多就是八場 六或八 好 應該要猜錯六 就是 因為 有些會長啊 有些會長 因為像工作方 像你們拜工作方之後 就不可給你們三十分鐘 就給你們四十或四十五 啊 啊 那個 其他等 就 四十五 我覺得已經太懂了 是 哎呀 畢竟那是年會嘛 工作方就 工作方就 對啊 那一句 6月7號 7月5號的樂劇 可以先邀請獎主來試講 這樣子 不要看 那為大家Birthday的話 是暫定十二二三號 應該會跟去年跨領域 的論壇一樣 是 就是 就是 大家談就是院程 就是 談大家計畫做的事情 好 我們現在進到下一個吧 我想要講 還有什麼大活該 差不多這樣吧 差不多啦 其他就是看有沒有合辦的 就是 看有沒有 我不知道 就看那個 OSM有沒有 也要去玩愛古蹟 把古蹟畫一畫 哈哈 這可能要 協會這邊幫忙 欸 欸 學弟最近好像 綠座類古蹟地圖 現在可以 喔 是喔 古蹟地圖 他是長怎樣的古蹟地圖 稍等一下我叫出來 好炫炮 腳穩盤 穿色的 欸 你要不要講一下河川一些基本的資料 好啊 我可以來分享一下 你接下來先給愛人 河川的現況 準備好了 嗯 是LOSS的東西 對LOSS 沒有錯 這個河川從上游到下游會分 它的源頭 那以台灣來講 可能是某一座山 也要說桌水溪是在 什麼座山頭 不然就想不想 那出海口也會有一個地點 那通常在VDR上會是XXC的出海口 或是河口 這種形式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等一下 我先到那一頁再 再一下 應該是要談那些常見的性質 先 性質嗎 性質 先性質 然後再到台灣 可以啊 性質也可以 沒有 我 等一下 會穿就 看到其他就是一個河 會有河口 跟它的源頭 那這邊的話 它有它完整一些 可以屬性的地方 在Wikidar上面 有這個 Wikiproject Universe 那這個是 幾個外國人 整理出來的 比較是跟河川有關的 那個 Property 那在河川的Property裡面 沒有 會發現 因為台灣是個島國 所以有些Property就會覺得好像怪怪的 或者是 直接重複 國家跟集水區國家 對 因為像 像國外有很多這種跨國河流 它的集水區國家就會寫很多個國 像最近爭議蠻大的湄公河 它這個Property就可以 就會有很多個內容 然後再來就是像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 台灣好像比較少有河川是串連湖泊 因為像北美的五大湖 它就有幾條河是串連湖泊的 那 那再來就是流出湖泊 台灣的大湖泊流出的水系 有特別的標準嗎 沒有 好像沒有 像 像 國外有些就會有 那就會用這些Property 那 其實河川的Property並不多 就是 跟河川有關 就是 應該這樣講 以河川為主的Property並不多 大概也就是這 可能 十來個而已 其他都是共通的 像是 圖片阿 或是 海拔阿 等等的 其他共通的 只有這些 是比較是河川 特有的 那下面的這個就是 Identify的部分 就是 全球各地跟河川有關的編號 那目前比較常在 就是 比較多在用 就是像德國水文編號阿 然後 俄羅斯水體 然後 瑞典 這個 雖然這樣講 雖然說比較常在用 但是 這些大多也都是在 欸 該國國內會用而已 那 跨國的 偶爾 跨國的偶爾會有 就是 真的很大很大的河川 他們那個資料庫裡面 也會收那筆 河川的資料 齁 那再來其他的也都是 比較general的 像是 開放階圖關係編號 這個也是很general的 只要是 呃 有地標類的 他都可以有這個property 齁 那 這個是有關河川的部分 那 在 台灣的部分呢 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 我們Wikidata 有這個 Wikidata 就是 Wikidata 冒號 Wikiproject台灣 那在這個頁面裡面 你只要點 你只要點 水 這個專題 就可以到 跟水有關的內容 那你有興趣也可以來幫我們 增補這些內容 那 目前 跟水有關的 主要是有 跟水體有關的危機數據屬性 就是剛剛大家看到的 以及 跟水壩有關的危機數據屬性 齁 那我記得我之前有在 哦 好像是前年的樂劇 有一次聊過水壩的內容 水壩建築 跟水壩所形成的活動 啊 對對對 欸 台灣因為 我覺得應該跟中文的 語境有關係喔 就是 呃 像是我們會講 三峽大壩 對不對 就是 中國的三峽大壩 或是我們 台灣會有什麼 像 榮華壩 雄空壩 對不對 但是其實 欸 對於一個水庫 或是一個 蘭荷燕而言 他的組成其實是一個 壩體加 多個建築 哦 像是如果他是發電的 那那個壩體 可能旁邊會跟著發電機模組 然後 如果他是 呃 蘭荷燕 他是要 採水的 那他可能就會 有一些採水的設備 可是 在台灣我們就常常會 混合的稱呼 所以在 在 Wikidata裡面 有一些 Property的出現 就會讓我們會有 一點點 困惑 像是這邊有一個 Property叫水壩 跟建立的水庫 這兩個 Property 其實是一個 逆向的Property 也就是說 假設 像我們知道 翡翠水庫 它有很多個 霸體 那我們就可以寫說 可能 因為我實際上 不知道是哪些霸體 那我們可以寫說 A霸體 所形成的水庫 就是 翡翠水庫 所以 中文語境 或台灣語境 應該是 翡翠水庫指那個霸 也可以指它那個 形成庫 對 像榮華霸就會指 那個霸體本身 跟 整個榮華霸 那個範圍 這樣子 所以問一下 大家來搜尋的話 應該查肥水庫 應該兩筆 資料出現 因為我不 因為 因為 翡翠水庫 比較不準 因為翡翠水庫 翡翠水庫的那個 霸體 有獨立的名字 可是 我記得是有的 沒有 像夏陽那是另外的霸 另外的霸 另外的霸 清壇就是另外的 清壇 因為像 在 以英文的 狀況來講 就是 水庫 藍河驗這些 跟 霸體是分開的 就是 應該是兩個拆開的 所以 就會變成說是 某個霸體 它有一個Property 叫做建立的水庫 然後會建立某個水庫這樣 那 某個水庫會擁有 某些水壩 像是 呃 如果 翡翠水庫有三個水壩好了 那它在水壩這個Property 它就會有 A水壩 以 翡翠水庫的例子來講的話 它 取水口是很下游 嗯 然後直彈了 嗯 那通常以中文 台灣的語氣來講的話 就是 分開 叫另外的霸 跟另外的水 然後 噓水口是另外的叫 對 要整個心電系去看 哪個東西才做 所以 呃 這個是水壩的部分 那 呃 在中文就是會 比較混合稱呼 在中文就會比較混合稱呼 所以有些Property會覺得怪怪的 齁 那 再來就是水平 齁 齁 那 那接下來是我們 最近跟水利署 合作的 喔不 再來是湖泊 這是國際社群有一個 湖泊專體 齁 那 這邊有列的是 湖泊會用的Property 那其實湖泊專用的Property也不多 也不多 大概就是 就這兩個啦 齁 其他其實都是比較general的 像是 長寬高啊 欸 齁 齁 就長寬體積 集水面積等等 齁還有一個像這個 水停留時間 齁 這個比較特別 齁 齁 那再來是我們 這個是我們最近跟LARS 還有水利署合作的部分 就是LARS最近推動了一個 跟水利署的一個 公司協力的一個會議 那我們 Wikidata社群在裡面 提供了一個角色就是 我們協助去把 欸 中華民國的河川代碼 跟Wikidata做一個 欸 對照 齁 做一個對照 因為目前 因為目前 中華民國河川代碼齁 他的狀況大概等同於 互譯證系統代碼 就是他其實沒有系統 你如果要查那個代碼齁 你基本上只能得到一個Excel 或是ODS 齁 齁 那 他就是 會給你一個表跟你講說 某一個區 的代碼是多少 那其實 河川代碼的狀況也一樣齁 就是 呃 你現在可以得到一張表 他會跟你講說 欸 黃溪是 10100 0 齁 淡水河是多少 然後 南洋溪是多少 這樣子 那所以如果今天 有人要用API的方式去借接什麼的話 呃 這是比較困難的喔 而且也沒有提供對應的英文文件 其實光是中文文件就很少 齁 齁 那時候就提議說 那你先把這個代碼跟Wikidata借接 那 那 如果有人有這個需求的人 可以直接借接Wikidata這樣子 那他們也同意了齁 所以我們就有了這個表出來 就是把 目前 中央管 中央管核川26條 齁 齁 的核川代碼 跟Wikidata ID 那後來我們又做了 跟 呃 OSM的那個 relation ID 做一個對照 齁 現在就是一個 三個碼的一個對照表 這樣 那後續我們會繼續再把 其他的支流做起來 那 其實 接下來的那個 1月24號的工作坊 以及 3月6號的Open Data Day齁 也都會以這個 河川為一個 主要的主題齁 因為台灣的河川的資料 其實散落的 散落得非常零碎齁 我們常常都 我們會這樣子 做一個有趣的比喻齁 各位知道我們一條河從 這個剛剛提到的 從山頂下 流到海中齁 有多少主管機關 從最上面山 山區齁 山區就有可能是 國家公園 林務局 或者是 如果是奇怪的地方 就會是國防部 那 當它開始流下來之後 流進山坡地 欸 水保局 那當它流流流 變成野溪的時候 就會變成是 各縣市政府 或者是 鄉鎮市 鄉鎮市公所 如果是水庫的話 還有那個 沒水局 中水局 對沒有錯 然後我們的一條河 開始流流流流 下來之後 非常有趣齁 水利署管什麼呢 管流量 管流速 管流域 可是如果 裡面的寒沙量什麼的 又歸誰管 歸水保局 吼 含沙量歸水保局 對不對 可是水質又歸環保署 所以一條河 它有太多的元素 都歸太多的 不同的單位管 然後 當它流流流流 流到接近都市的時候 會因為用途 又有不同的主管機關 像是如果流進 作為排水的話 那就會是 河川局 然後如果 作為那個 工業用水的話 那就是科技部 那如果作為 農業灌溉的話 那就是農田水利署 現在他們是農田水利署了 然後又流到奇怪的地方 又會歸國防部 對 所以 河川資料有那麼多地方 再用 然後每個地方都有獨立的 編碼方式 或者是 資料使用的方式 所以 用一個 統一的 編碼 代碼對照 會是 之後資料要做一個統整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在 那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狀況是 其實 我們在做這個河川代碼的時候 你們如果去看這個河川代碼表 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 大部分河川的官方名稱 都不是你所知道的名稱 舉個例子 像我家旁邊有一條河叫做 櫻歌溪 我相信在地的人一定都講櫻歌溪 可是實際上他的 那個 真正的名字 就叫做 他的真正名字叫 兔子坑溪 排水 當地的人可能會講 兔子坑溪 但他絕對不會講 兔子坑溪排水 那 包含像這邊的 永福溪 他也不是叫永福溪 他全名其實叫 永福溪幹線 然後 這邊也是 深澳坑溪 排水 然後 大坑溪排水 這個是實際上 官方名稱跟那個 就是官方名稱跟那個 地方的署名 會有很大量的 就 會發生一些 會有一些差異 那 這個很容易就會造成 這個資料檢索 會有問題 像是甚至像這個 蕭底溪 這個蕭底溪的全名叫 蕭底溪排水幹線 那是屈排嗎 呃 我不太確定 應該是 齁 那 那這個就是會造成一些 資料 檢索上面的一些問題在 那所以 透過 用識別碼方式 齁 其實可以大量的 降低這個 從名或是因為名稱 而搜尋不到的問題 那這個只是單純是 從中文的面向 如果從英文的狀況 又更有趣喔 各位知道西這個字 西這個字在英文上面齁 其實是用 Creek 但是在 台灣的翻譯齁 Creek跟 River 會被混用 齁 更不用講 國外的人 會用另外一種方法來拼西這個字 他們會用 XI 所以大和西的英文有可能是 大和 River 大和 Creek 大和西 XI 我甚至還有看過有一種拼法是 TSI 那個是哪一個的拼法 蛤 那個是哪一個的拼法 C 我是說 我是說是哪一個系統 我不太確定 但是我就有看過有這樣寫的 OK 對 齁 欸我看一下是不是TSI 應該是 通用T1還是 而且 而且它是在那個AAT裡面的 好 喔 是HSI啦 我說錯了 是HSI 他們西有些還會用HSI啊 等等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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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呃 欸 所以光 所以在跨語言上面 還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喔 所以 欸我們才會提出說 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 這個 河川資料識別的問題 那 今年 甚至還有一些河川的名字 我覺得很有趣 你們看這條河叫做 崩坡缺一號 缺是哪兒語 我不知道 像坑坑的話就是台語的 一個小小是意思 對 崩坡缺一號 喔 我那時候在看這個表的時候 我也在想說 這 這個名字到底是怎麼來的 好 那這個是以上 那個 最近我們跟水利署 合作的一個 一些小的成果 那 後續的 open data day 跟 主要open data day 會跟水利署他們 又有其他的合作 那 主要還是會再 會再處理這個 河川的部分 喔 那 OSN這邊 欸 之前有找 之前也跟 Darren有討論 就是要 也一起來畫 河川的資料 因為 因為 河川的這個 軌道什麼的 欸 水泥化的當然不明顯 但是 沒有水泥化的喔 它那個 變動的軌跡還是蠻明顯的 然後 還有野溪的部分 我有問題 嗯 剛剛你雖然提到說 很多不同系統 它 水利署的 合作代碼 就在那個 台灣-Water-W-A 那個頁面 嗯 那個合作代碼 已經 變成 還沒有 還沒有 它被擱置了 而且我不知道它為什麼被擱置 我明明已經 你有提案 對 我已經提案了啊 你看 所以之後會不會有什麼需求 是 像我那個 村裡一樣 我需要做大量合物的動作 這個比較難 因為 因為它現在只有代碼而已 因為村裡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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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說是台灣核川代碼 水水 我覺得蠻難的 因為 因為有一個很大的狀況是 像以這個 幾人呼吸好了 我們不太確定 它的實際狀況到底是怎樣 所以你變成說 除了 那個 可以標以外 其他東西標不了 對 就是它 當然如果你要批置進去 只有幾人呼吸 然後對上 一三零五批 這當然也是 這也是很有價值的事情啊 對 但是 它現在的狀況就是 它只給 它的表現在只長這樣 我甚至連幾人呼吸 在哪裡可能都 不是很知道 Google看看 除了官方文件以外 還真的沒有什麼資料 所以 不過後續如果 不過後續如果 要來批次揮錄這些東西的話 可以來討論看看 對呀 好 像 像 像你看這條河 這個也沒有代碼 這一條叫做 光榮村 新榮村 共同排水 有些還 那邊他們都 知道說 哪條河在哪邊嗎 還是說 這其實是 地方政府 或者是 不管機關爆發 他們其實 就是放表 為什麼這個 信不得卡 承辦跟我講說 這個代碼已經 既成了好幾代 哈哈哈哈 既成 我當年在那個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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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這份表 自己 以這份表上面寫的來講 他從98年改版後 就沒有再改版 就是98年是只有4 98年的時候只有4碼 現在是變6碼這樣子 因為我印象中以前在編水利連報 以及 那個時候在發 地區警報的時候 製作鋒魚給那個 水利署做的系統 好像沒有到那麼細了 所以 我懷疑說 他們也不知道在裡面 不過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對 沒有錯 就是我們要被停到OSM 那 或者是說 比較進階一點 人家有這個PDF 那我們可能也可以提一些 你這個東西等一下是可以連到OSM 類似的事情 其實很 最理想 就是理想的就是 能到OSM 提供圖資 然後 能到Wikita提供 說明 或是其他的東西 對 最理想的狀況是這樣 因為 以目前的狀況而言 叫他們基於這個表 去建一個資料庫 然後來寫 裡面有什麼東西 應該是太困難了 所以LAS他們想做的也是這件事 對 LAS他們的重點其實在於說 LAS的重點在 希望能夠建一個表 裡面有台灣所有河川 嗯 沒問題啊 因為這個表實際上 就是要由OSM 或者林甲規劇 去產生出來 對 因為像這個表 還不是台灣所有河川 他還沒包含 欸 吃掉的吃掉的吃掉 不是 他還沒有 有吃掉的吃掉沒有 對啦 但是另外一方面是 他沒有包含 特定用途的水道 排水管線 排水管線 排水有了 但是灌溉的就沒有 像農田水利數的 就都沒有 對 現在人家是數了 然後 現在是數了 然後 像是那時候 南方的宿物朋友 幫我們寫的那幾條 這裡都沒有啊 什麼 野油溪啊 那個 都沒有 不知道從哪裡伸出來了 那個都在G1NAS裡面來的 所以他們想要做的 就是LAS那邊想要做的就是 能夠弄出一個 全台河川的 列表 那是他們要啊 但是我們也不care表 因為我們的東西就是資料 所以 對啊 對啊 沒什麼好說 應該說 他們那個最終產物可以幫助我們去 呃 我們WIKIDR可以拿到一些資料啊 然後 我們OSM也可以來 來畫這些東西啊 然後這都會一起幫忙 最終產品的 最終的產品是那張表 但是這中間會有很多不同的 東西冒出來 像是現在還有一個很大的Mapping的問題 就是 呃 排水有自己獨立的排水代碼 那舉個例子 這個 龜坑排水幹線 跟排水代碼的龜坑排水 是不是同一條排水 這就是一個蠻大的問題 你看這 哇這兩條也蠻有意思的 你們看 這條的正名叫舊佐水溪 別名叫麥宇溪 然後這條的正名叫萬 新排水幹線 別名叫舊佐水溪 到底誰才是舊佐水溪 欸舊佐水溪是那個吧 在雲林吧 還是在講話 可是他現在是兩條都叫舊佐水溪啊 喔 舊佐水溪改過好幾次線 喔 吧 嗯 對就是意思 一下去雲林應該去講話 所以 對 對啊 就處理喔 佐水溪改過 佐水溪改過 佐水溪好像一直到日本時代才確定 才是確定下游的走線 然後這邊 這邊更妙 我覺得這個一定有人會搞混 這邊有一條 新虎尾溪 然後又有一條舊虎尾溪 然後又有一條舊虎尾溪 然後北桿溪的資料叫 虎尾溪 我覺得這個寫在百科上面一定會有人提三 說這是團圓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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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什麼不是啊 說什麼不是啊 對 是不是不是 是是是 沒有 再問個問題 怎麼樣 我印象中好像 之前就是FB有個社團是 有在做這個表格 基本上他是做在Blo Drive 但是我忘記這個社團 或者這個團體的名稱 應該是大和小溪吧 應該是 應該叫做名字 他們也是現在一起在做 現在他們也就是LAS 也不是他們是LAS 就是他們也一起在 這一個 Teamwork裡面 好 好 我的分享都會到這 Derek 你還要補充嗎 這樣還好 好 那 今天分享大概到這裡 那 今天場地預計會開到 應該會開到十點半 那大家後面就可以自由交流 我已經說了 美呀 太財人來了 怎麼啊 她已經補充了 你好 谢谢大家